我终于能够见到 我已经打了Apple Park这儿了 我被震撼到了 早安起床了 准备我们的WWDC 吃完早餐拿着咖啡回来了 化妆 早上化妆就应该安排点音乐 我要出发去WWDC了 Day3 很科学 这可以放我的咖啡 今天早上吃了那个煎蛋 和喝到了咖啡 我觉得我整个都已经复活起来了 没看到里面的人了 那个苹果的圈圈 就我们快到了 但是又没有马上到 但是一直在这绕着 就有那种坐过山车前 要排队的那种期待的感觉 挂在脖子下 挂上了牌牌 抵达了Apple Park这儿了 超多人 超热闹 超期待 这里的天也太难了 走开 凤维展示 VC GoGo DC 加了一杯咖啡的感觉 被打鸡血了 第一次见到同时 见到这么多人在录VLOG 是准备上快换片了 是 我是真的录着录着 才反映自己进了Apple Park了 尽管我已经在 无数个苹果直播里面 看过它这个环境 这个办公室 但是当我亲眼 见到这个办公室之后 还是大为震撼 它里面的那个玻璃 真的非常通透 然后我们每个人走进去 都在感叹 哇 你在这里办公 真的会很爽 来到苹果 快里面来 在活动现场 这个室内还有树 然后现在 在准备着开始 我发现现场还有很多小吃 据说我们这次WWDC的环境 是苹果员工的饭堂 所以就进去看了一下 他们有一些什么的吃的 最后我选择了一些水果 还有一个看起来 非常健康的饮料 饮料里 除了胡萝卜粉 好像就是姜粉 两个都是极其健康 我选择听起来好喝一点 有TUMERIC的那个饮料 然后就这样 双城拥有美食就拥有快乐 永远在吃的路上 接下来就是等待WWDC的开始了 跟着大家走 我是大概提前10分钟坐过去的 然后大家都已经坐下来了 就非常激动 全场那种充满期待感觉 然后就见到Tim Cook他们出来了 就开始了 Good morning 然后今天的活动就开始了 一开始就已经炸了 就前10分钟出现15个产品 那就是 哇 信息量太大了 感觉是新的大屏幕 在这里 Air和Pro更难选 以至于我直接掏出我的iPad 我用五边计进行了一个记录 因为我觉得这时候我不记下来 我之后可能没有办法出视频 我不知道怎么出 因为我当时就满脑子想着 我一会儿拍视频 我要拍什么 我要讲是什么 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整理 哇 最明显的情况是最明显的 最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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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感谢 最明显的 大脑的CPU都烧了 对 有被震撼到 瞬间穿越到了10年后的感觉 虽然明天才出 但是有一年的时间存钱 我现在要去体验区 先到先到 这份围感太强了 太激动了 一路跑过来 快跑 总算到了体验这儿 以往我都有看发布会做视频 但是这一次我真的是看完发布会 就能够摸到这些产品 就除了Vision Pro之外 只能近距离观看 但是能够在看到它这些新的产品之后 真的去现实里观看这些产品 就让我整个人都超级无敌激动 进出的MacBook 15 Air 我真的是有一点点心动 因为感觉15的尺寸刚刚好 它不会像14那样太小 又不会像16那样太大 我感觉到它的最重要性 我从这个远距离开来过去 总觉得有一个帅的 帅到我头发都不忘了 终于能够见到这个眼镜的真样子 最酷的还是Vision Pro 我真的是非常近距离看到它的实物 甚至我看到了媒体 还发出了我在看这个实物的照片 然后它Pro的前面这个设计 我一开始看它发布会 我以为是特效 是个模型 这让我去的现场 它真的是那么清晰 就是那个眼镜里面的颜色的渐变 那个变换的形式 真是超级有科技感 而且非常高兴 另外我很喜欢的设计 就是它的电池是封开的 就是它是连一条线 然后电子就可以放在包包里 这样可以减少头部的压力 它现在这个绑带呢是那种 有点像苹果头戴耳机和Apple Watch 那种设计感 感觉在现场看到这个眼镜 真的是比在Kindle上面看着 它最为震撼 太有设计感了 它前面有那个显示屏料 可以显示自己的一个Persona 可以显示你的眼睛 也可以显示你真的忙碌 像你身边的人知道你在忙 但是如果你在看东西 然后你身边的人过来 它会直接把你身边的人 显示在你画面里面 它那种不单纯是一个VR眼镜 它是有一种跟整个环境互动的感觉 太酷了 感觉这是这个成员 真的是太近了 我感觉它Persona 虽然很不贵 但它工粮实在太强了 就比现在市面上 它的工粮分布太多 然后感觉啊 预感它体验会很好 期待一下明年吧 然后等到下一年才有 刚刚都完了 现在要去找吃饭的地方 我还真不知道要去哪儿 我不知道怎么走 但是都跟着大家走了 这后面的玻璃真的好好看啊 现在还在震撼中 信心量已经大了 我脑子已经开始糊了 现在我们去visit a park 去找一下吃午餐的地方 真的是热的吗 食物 走了这个排排 可以去到二楼这儿 有个苹果咖啡 因为去完这个发布会 看完这些产品之后 我特别特别燃 我就特别想尽快拍这个视频 我就在苹果的游客中心那儿找地点 其实一开始我在想晚安的时候呢 人还不是很多 所以当时呢 我想着 我可以去旁边的一个椅子去拍摄 结果人越来越多了 我就去二楼看了一下 但是二楼因为好看 它也坐满了人 最后在楼厅那儿做了一个setup 然后在那儿录完了视频 就是一瓶水了 然后这个是iPad 这个壳还是蛮抗脏的 我今天在外面用了一天 然后随便放在桌子里做笔记 但还是没弄脏 现在我的电量就只剩15%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用的有多猛 然后我手机在传这个数据 我昨晚上剩了四个小时 我现在就是又兴奋又亢奋 然后很想早点把这个视频发布出来 但同时又有点困 而且是好多情绪 我打算收拾一下东西回去了 因为我手机也快没电了 我觉得我要断网了 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 VR眼睛最大的困扰之一就是会蹭装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难避免的 第二呢它是有一个眼瞳的识别 来进行你的身份的核定 但是如果女生带美瞳的话 这个还能应用吗 不知道它的实际应用体验怎样 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希望能够实现一个更加充满科技感的 虚实结合的未来科技体验 那我们下年事物以待吧 我本来呢是想睡一会儿的 但是我看到大家发的视频呢 把我燃到了 所以我决定现在加油把它剪出来 但是在此之前呢 我先吃个苹果拿来的摩擦小饼干 还有一点点薯片 真的吃太多了 这几天吃零食已经吃上火了 再看我的坐姿就知道我有多累 现在进入剪片状态 现在进入剪片状态 刚刚剪了一会儿片 稍微中场休息一下 一会儿和小伙伴们去吃饭 今天我在WDC的时候 发现五边记刚好很适合做这种笔记的记录 它完全放小的是这么小的 但其实每一块写的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是我当时在WDC的时候进行的一个速记 就这样直接快速写 就是很好用很方便 这是我第一次带是2.9这个iPad出门使用 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写东西真的那个空间特别大 然后加上五边记 真的很适合去做这种笔记 有感觉到快乐 然后我今天带的这个iPad壳呢 这个白色的 是Tom Talk的 它整一套呢是加上这个笔盖的 可以这样子把笔放在中间一面丢失 然后我带的这个呢 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各种拆线 各种模式使用 那像我平时呢可能不一定带笔 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可以直接这样多角度的进行看距 如果看完距像书写呢 就是这样翻过来 诶 这里有个壳 可以这样很稳固的进行一个书写 那当我们需要竖着使用的时候 又可以这样子 诶 直接放在桌面上 是不是很方便 那如果不需要这些自驾的时候 可以直接拆下来 然后在后面这里还有一个保护壳 就可以直接这样使用 就非常轻便 当然这个不要这样丢了 它也是带磁吸的 所以这个笔壳 平时不需要的话 可以直接放在这 然后它也会吸在上面 我主要是真的觉得 这个颜色好好看 它表层是防污的 这几天也没有把它用脏 这样就是一整套 但是拆卸装上都非常方便 就可以拿下来了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安利一下 嗨 现在是凌晨4点钟 我开了睡眠模式 所以我的Apple Watch不亮了 刚刚突然觉得还有点工作 要整 所以我就起来处理工作 整完睡觉 平时苹果发布会 都是在国内熬夜凌晨一两点 那这一次呢 我终于在它所在的时期 体验到了一次 我真的是好快乐 然后今天早上5点凌晨呢 又开始起来弄vlog 所以呢现在其实已经是早上9点 然后我要睡觉了 在中午的活动之前呢再补个觉 希望大家喜欢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